但作为人民警察 维护好安置点的治安秩序 我觉得很值得 把每一个邀请我们的村庄 都唱完歌才回到四川去 希望全国各地更多的志愿者 能参与过来 帮助这里孩子更加幸福 多长的成长 春节假期期间 不少来自天南海北的异乡人 依然留在这里守护着七十山 2月13日 在七十山县诗院镇萧红平村 临夏州河正县公安局民警梁润坊 正和同事开展日程巡逻工作 我叫杨润坊 今年27岁 目前在河正县公安局工作 已经存仅四年了 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 在安置点维护好安置点秩序 化解矛盾纠纷 组织群防群治 然后一个就是搞好每天的日程巡逻 虽然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但作为人民警察 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好安置点的治安秩序 我觉得很值得 走进大河家镇 克仙民村板方安置点 几位一桌卡通外套的男青年 拿着话筒弹着吉他 再和孩子们一起唱歌 来自四川的歌手汤小乐说 因为自己经历过汶川地震 深知地震 带给正确民众的心理阴影 希望能通过音乐 让大家得到一些抚慰 我是经历过512地震的 地震对我来说也是有很大的阴影 那么在刚刚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 然后就想着要过来 网上很多朋友给我们评论 希望我们去他们那个村庄 去唱歌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 本地的朋友 觉得我们的声音 可以带出很多的温暖 于是我们就决定 把每一个邀请我们的村庄 都唱完歌 才回到四川村 在大河家镇康吊村儿童之家里 几十个孩子正开心地玩耍 在吉日山县各个安置点上 或大或小都设立了儿童之家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就像一束阳光 刺破孩子们心中的阴霾 为他们适应正后生活 充实生活信心 提供了社会工作力量 每天陪着他们 组织他们各种玩耍 各种活动 看到他们能很开心 在这样灾后的一个环境里 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很大的意义了 我们的老师有来自河南的老师 湖南还广东的志愿者 他们都聚集在吉日山这个地方 为我们的孩子 在春节期间奉献一份爱心 也希望全国各地 更多的志愿者能参与过来 帮助这里孩子 更加幸福多长的成长 据悉 吉日山县244所受损的学校 大多以室内维修加固 墙体破拆为主 各地施工团队 抢抓寒假窗口期 推进灾后重建工作 在各个安置点上 不适合看到 医务工作者 消防队员 和国家电网的助手巡察员 他们都在忙着 守护好村民过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